除了按摩以外 如果遇到卡關的話 在飲食上也可以幫助我們突破的 有 這邊有一個圖板 所以其實美胸的關鍵 其實你要刺激你的脂肪組織 會變得比較多 然後刺激它去生成 那其實像膠質類的話 就會有山藥跟木耳 然後不跑的脂肪酸的產品類 其實有芝麻跟核桃 那因為其實呢 芝麻我覺得除了 針對這些美胸的關鍵之外 對身體的機能也會很好的 然後植物性的蛋白質 像杏仁花椰菜 那花椰菜針對減重 也有很好的幫助 然後像新的成分 微量元素的話 有蛤蜊 有糙米裡面都會有 那因為其實除了像這個之外 剛剛我們一開始提到美胸 或者是說像減重 那我自己覺得說 你除了讓代謝變得比較好之外 我覺得可以多吃一點辣椒也很好 吃辣椒 對 就是平常食用一些辣椒 像我自己有帶來一個這個 吃辣 對 這就是沒有添加 任何防腐劑的辣椒 這是哪一果的辣椒 它是辣椒醬 它就是醬而已 可是跟我們平常 好像台灣吃的那個辣椒醬 不一樣 這就是人家自己做的 沒有添加防腐劑的辣椒 很香 而且不會辣 而且感覺有點像泰國酸辣的那種辣 對… 可以吃吃看 直接吃 全新的 也太好吃了吧 這味道很配海南雞飯 而且他很會 馬上講 誰要吃 它的味道就是一點點辣辣的 愛一下就沒有了 怎麼還有點是透菜的味道 對啊 你們敢吃嗎 誰敢吃辣 我敢吃辣耶 它很香 不過它沒有加任何添加物的 真的喔 它就是 為什麼我會特別拿這一瓶是 因為它裡面有加辣椒對不對 是 等一下就好了 好可愛喔 怎麼啦 老師它明明就很辣 老師快點飯 等一下就好了 他都沒配東西耶 他都沒配東西耶 真的很辣耶 老師你都配東西吧 然後你笑裡面還有加什麼 老師你很能吃辣 它這個辣椒醬沒有加防腐劑之外 它有加芝麻粉 真的喔 超辣的 聞起來香香的 重點是我是吃很辣的人耶 不過我吃還好耶 我不吃辣的人 好辣喔 整個… 沒有用單吃嘛 配東西吃應該還好 因為我覺得那個辣其實不會是那種 很麻辣的辣 就是一個香氣 它不是麻辣 它就是辣 就是辣 不會嗎 它真的是辣 我整個舌頭在那裡食到 現在是燙的 給你吃一下 很辣嗎 那你用屁股 你用屁股 沒關係… 好 對 我覺得很辣耶 老師騙人 沒有辣 很辣 我的意思就是它的營養素會比較好 是 對 但聞起來沒這麼辣耶 不能跟老師去吃麻辣鍋 很香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其實現在市面上 也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是叫做 美胸糖 我現在來吃 不要吃 幫你打開 幫你打開 打開再講 你還敢看嗎 很辣 你先給我們兩個一人一顆 你再繼續講 好 好… 真的很辣 真的很辣 然後這裡面就是加了 椰葛跟青木瓜的成分 它是像一黃銅那一類的成分 對 它就是輔助你 去這些雌激素等等 然後… 讓你胸部 好好住 變得比較好的一個 零嘴食品 那其實我剛剛醫師講到 後面按的這個穴道很好 其實除了它可以 有這種美胸的功能之外 其實也可以預防你的 這些乳酸堆積疲勞的問題 是 你把它按開 因為我發現有些上班族 到下午就是 腰酸背痛 對 按這個穴點也是很好的 對 在保養方面 而且也可以預防你旁邊這塊腹乳 對 比較不容易囤積脂肪 所以那個咧 那你帶來那個內衣是什麼 我今天有帶來一個美胸衣 這個叫潑潑美胸衣 潑潑小姐 什麼意思叫潑潑 然後這個有三個尺寸 就是BCD 我拿一個這個C的好了 好 然後就是女生你穿上去之後 你可以在穿上去之前 它後面有氣墊 這是什麼 衝氣墊 然後這邊有氣墊對不對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按鈕 對 你就是這樣子 衝氣 好有氣喔 它就衝氣了 它就衝氣了 你有沒有看到 旁邊它就衝氣 然後就把它這樣貼住喔 對啊 可以貼住嗎 可以貼住 就不用再穿那個有肩帶的衣 對 你就撐住 然後你想喔 你如果一個下半圍 如果撐在這個地方 對 比如說外加 外力的施壓法 它把它固定在這個地方 除了外觀漂亮之外 它可以讓你的型是固定在上面 對 然後你要衝多滿就衝多滿 對 也太厲害了吧 美胸神器 對 然後你不要用的時候 就按這個按鈕 它就會自己放棄 對 所以就會卸掉 現在女生真幸福 然後它還有附這個 這個就是呢 你直接旁邊這邊有魔鬼沾 對 然後就直接把它沾上來 喔 固定 對 然後這邊可以撕開 這邊就是一個New Boa的黏膠 這樣女生就可以穿露背裝 或是無那個 對 你就可以直接黏在這個地方 這個好對不對 我打個比喻而已 然後這樣黏著 對 然後你就可以撐在那邊 然後有些女生比較胖的話 就會後面還有附一個肩帶 對 是可以拉住這個整個地方的 好貼心喔 對 因為其實剛剛醫生也有講到 就是可能無鋼圈的會比較壓迫 對 這是一體成型的 對 就會對胸部的那種材質 會比較舒服 對 是 那女性朋友還有哪些卡關的問題 要面對呢 節點 好 現在要告訴大家 錯誤的保養也會含你卡關 讓你正咪變成阿桑喔 什麼叫正咪 正咪 因為太辣你知道 還在卡 還在辣 後面一陣 對 辣妹 對 我現在是超辣妹 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講到 減肥有瓶頸期大家都常遇到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保養是不是也有遇過瓶頸期一路 當然有啊 以前出外景的時候 尤其是換地方 比如說從台北到上海 或到日本的時候 一下了那個地方 對 就覺得原本在台北用的 還不錯的保養品 可是怎麼到了上海 好像不夠力 對 不夠力 或者是一下子又變得太濃稠 有的地方 如果你是去東南亞的話 對 那可能一個月你到處跑的 不同地方 好了 去完這些地方回來以後 這些保養品在台灣 突然間也覺得 跟我的膚質可能也亂掉了 所以就怎麼吸收 包括那時候可能用到很好的 七八千塊的精華 一瓶的 對 可是你就塗上去 就覺得臉還是暗沉啊 小小瑜有遇過保養的瓶頸期嗎 是什麼狀況 有 我之前的時候毛孔很粗大 非常粗大 所以我那時候用一個方法 就是我把所有的瓶瓶光 然後我就放冰箱 然後要抹的時候我再抹 因為我覺得這樣有 熱脹冷縮的功能 冰鎮的效果 對 這麼冷 我的毛孔就會縮變很小 對 你在放在冷凍庫啊 因為太冰了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 它本身溫度就已經是低的了 然後再加上我是厚膚 所以那時候就滿傷膚質的 所以真的大家都會遇到一些怪狀況 對 所以薇如那你的皮膚狀況啊 就是也會在擦保養品的時候 遇到那種卡關的狀況嗎 一定會有 因為基本上我其實也是 就是我真的試過很多的產品 然後呢 像我覺得之前有一陣子的停滯期是在 就是你擦了保養乳液之後啊 你就發現過五分鐘 十分鐘 為什麼它還沒有吸收進去 然後臉還是覺得油油的 然後就一層東西在臉上 然後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就瞬間很想去把它洗掉 但是想說有點浪費 對 然後還有一種是敷面膜也是 就是你在晚上前的時候敷面膜 你應該起來的時候你就期待它 應該早上起來就是催痰可曝 然後皮膚白皙的感覺 水嫩水嫩的 對 結果沒有 就是你可能一覺起來之後 你發現臉色還是暗沉 有膚跟眉膚就覺得一樣 那為什麼要膚咧 對 就是這樣暗沉 那怎麼辦 你有曾經遇過 就是都不卡關的保養嗎 有 我現在目前找到一個東西 是完全不卡關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皮膚 也會有一個停滯時期嘛 那這項產品呢 它就可以帶你度過這個停滯期 這麼厲害 對 就是這一罐小黑瓶 它是一個明星商品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但是不見得每個人都試用 大家都認得的牌子 對 但不見得每個人都試用過 所以我試給大家看看 好 所以它是精華液 它是精華液是不是 對 然後它其實很簡單 它就有一點點像是 就是你在擦完化妝水之後啊 然後你就可以上這個精華液 然後上完精華液之後你一塗 其實它效果非常的明顯 就是它一擦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欸 臉色瞬間有變好的感覺 它主要的成分效果是針對什麼呢 它針對就是停滯期的肌膚 就是因為現在目前市面上面有做一個 可以針對停滯期的肌膚 然後做一個改善 然後它就是可以針對停滯期的肌膚 做改善 我知道了 就是當你覺得自己 比方說最近很累 然後什麼保養品都吸收不進去 然後肌膚有抗藥性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這一瓶 對 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本身自己去檢視你的皮膚 保養的狀況的時候 對 第一個就好像說 像有些人他可能擦一擦 我怎麼擦這個保養品會有屑屑 有沒有 有遇過這種對不對 有啊 那是為什麼 吸收不進去嘛 或者是有些人說 沒關係 那我就睡飽一點 對 我每天都睡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 睡起來應該會龍光煥巴 對 睡起來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效 所以肌膚的基底是受傷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肌膚的細胞呢 每天都要去分裂新的細胞出來 對 你想喔 每天有陽光紫外線 灰塵什麼什麼的專控器 然後加上代謝你飲食的時候的狀況 對 你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又不好好地睡的話 你的肌膚的細胞 要去生新的細胞的時候 你原本的新的細胞 原本媽媽的細胞已經不健康了 對 很想媽媽不健康 生出來的小朋友 一定不健康 也不夠健康了 對 那講白一點呢 像這個小黑瓶 本身它裡面就可以先把你 原本已經受傷的媽媽 是 先把它 它變成是健康的媽媽 對 所以我的媽媽健康了 我的細胞要再分裂下一個細胞的時候 我的原本的 生出來的媽媽細胞的小孩子 生出來的小孩一定健康 它就是可以再生年輕的新細胞 所以維如你用了之後 真的覺得有狀況改善嗎 有 改善很多 其實你知道嗎 你有看到其實我左邊的臉 還是有點肌膚上的問題 但是我右邊的臉肌膚恢復得很好 因為我其實用這一罐大概用了快兩個禮拜吧 對 但是我只用右邊的臉 而且 因為我喜歡當白老鼠 所以你現在試喔 真的 我就說真的 對 因為我在試東西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試產品什麼之類的話 你沒有做比較你會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 這樣最準 對 因為你試在手上 其實你有時候覺得有效果 可是跟臉上會有差別 所以我試的時候 我通常都會試左邊臉或右邊臉 對啊 我每天都會試對不對 是不是 是 突破保養停滯期 獨門閉氣告訴你 天天間的冷淡 我們剛剛講到肌膚會有停滯期 你保養品什麼 你換氣什麼一擦就沒感覺 沒有效 保濕再來就保濕 抗皺都不再抗皺美白 不再美白 是因為你肌膚也在轉換 可以幫助你 細胞啟動的再生的根源 再次的啟動起來